爆炸声响不断传出 TPU全面燃烧 农烟直竄天际 火势越烧越大 二火炎烧四间民宅 居民惊慌撤离 人大没人大 有啦 这都有人大 这都有人烧多久了 八点多 铁城市中正区和平街 十八号晚间八点多 一间民宅屠窜火车 周遭住户全面停电 由于现场都是木造房屋和TPU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现场是属于联动建筑物 那现场的风势助长火势 由于联动建筑物都有相通 目前里面没有看到有人民 索性经过一个多小时 洒水灌旧 火势顺利获得控制 昨晚是入冬以来最低温 五户居民一共九人 瞬间无家可归 被紧急安置到附近饭店过夜 同一时间在新北市万里贵猴地区 一处三层楼的透天措 传出火警意外 屋主叫起大喊 因为他只是外出吃顿晚餐 却没想到接到邻居来电 到现场时自家二楼 一经陷入火海 而周围住户生怕延烧 火势也在短时间内获得控制 火警意外同样发生在云林 一栋营宅窜出大量农烟 一名66岁妇人 受困二楼阳台等待救援 消防人员合力协助脱困 妇人意识清楚或叫紧急送医 至于相细起火原因 由带火调人员进一步调查理清 记者最后报道 我是哈远怡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